廣州 我们祖国南方的大城市 2月13日 应邀来我国做友好访问的 柬埔寨王国首相 诺罗顿西哈努克勤王 和他所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 到达广州 受到广州市人民的热烈欢迎 西哈努克勤王接受了 广州市少年儿童的献花 14日早晨 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 乘专机飞往我国首入北京 柬埔寨王国 是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一个历史悠久 物产丰富的国家 中柬两国人民 早在1700年前 就开始了友好的往来 今天 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 应邀来我国访问 是中柬两国人民 恢复友好关系的一个新的开端 中国人民相信 经过西哈努克勤王的友好访问 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 互相本着在亚非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 求同存异的精神 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一定能够得到恢复和发展 十四日下午 到北京机场欢迎贵宾的友 博物院总理周恩来 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 社会各界人士 机关干部 工人 学生 各少数民族青年 佛教僧侣和其他宗教信徒等六千多人 各国驻我国外交使节也到机场欢迎 三点零五分 西哈努克勤王和代表团全体团员到达北京 师父 岳年 和其他宗教人 岳年 ,岳年 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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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共和国国歌 西哈努克亲王 由周恩来总理陪统 检阅仪仗队 首都的女学生 向西哈努克亲王和代表团全体人员献花 西哈努克亲王和欢迎者一一握手相见 西哈努克亲王讲话 西哈努克亲王说 我应周恩来总理的盛情邀请 有机会来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 中国 访问这个友好的国家的首都 感到极大的光荣 同时也感到十分幸运 作为柬埔寨国家代表团团长 我愿借此 向中国表示兄弟般的亲切的心意 他最后希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的友谊 以及我们的和平相处 互相尊重主权 将对于使世界能在友好 自由和平中生存 提供一个榜样和办法 欢迎你西哈努克亲王 欢迎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 欢迎你西哈努克亲王 欢迎你西哈努克本 请你西哈努克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天下午 周恩来总理举行酒会 欢迎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鲁克亲王和代表团全体人员 为中简两国人民的友谊 干杯 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干杯 十五日下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接见了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团长 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鲁克亲王和代表团全体团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 中国人民十分欢迎西哈鲁克首相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我们深信 恢复和发展中简两国的友好关系 对于加强亚洲各国间的团结合作 和加强亚洲的和平将有巨大的固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亚洲各国人 当地人们都在为公共和国民主党会 这位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亚洲各国民主党会 在此国民主党会议 杨广亚洲各国民主党会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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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